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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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師父 大家好 有位同學來問我說 我們馬祖信徒為什麼用寶盃來跟馬祖的溝通 那寶盃 靈驗嗎 寶盃它只是一個激烈的問題 它可以這樣來指示我們來影響我們的命運嗎 寶盃為什麼靈驗 為什麼會成為馬祖信仰裡面的一個最主要的活動之一 今天各位針對這個問題來跟各位討論來分享 各位要了解所謂的次元時空空間的問題 次元空間我們如果了解了以後 才知道為什麼我們用寶盃來跟裕次元空間 我們看不到的神活來溝通 它這個方法為什麼可以真正的可惜 因為你知道了一次元空間這個理論 了解了以後 你就相信 真神的相信有一個神 可以透過這樣豁然力的東西來跟我們溝通 所謂的零度空間 零次元空間 這個零度空間來講的生命我可以擠個例 比如像矽靜 它互走在一個石頭上面 一個礦物上面 在裡面 埋在裡面 它幾億人生命都在裡面 它都不會動 不能左右 前後上下的移動 那是零度空間的生命 零度空間的生命 然後再進步到一度空間 一度空間的生命 這種狀態是什麼 例如植物 一個樹 你把它種下去 拿花苗長高出來以後 它就在一個線上 它只有高度 長度 這樣子 除了你把它移植 它這一輩子都種在那邊 它就是一個高度左右 那就像植物 它是一度空間的生命 那進步到所謂的二度次元 二次元 二次元就是平面 一度是線 零度是點 二次就是平面 你可以前後可以左右 那比如像螞蟻這個動物 類似像螞蟻這個動物 它在地上爬爬爬 它爬到我們身上的時候 對它來講 它還是前進左右這樣子 這是平面 所以螞蟻我們要列為二度平面 空間的生命 蟲 很多蟲也是這樣子 這叫平面 所以它爬到我們身上 對它來講還是平面 不是一個高度 那我們人呢 我們立體的 你看 棍站在這邊 有可以往前 可以往後 對不對 可以往左 往右 然後我還可以高 然後我身高在這邊 我可以這樣看 我蹲下來 我可以看 我有三度空間 長度 寬度 高度 所以我三度 我去看二度的 我可以看到平面 平面 因為多了一個高度 那就長寬 我剛剛搞 我可以看它 我可以在這邊看它 遠遠的看到那個螞蟻 那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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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光線在映像 我都知道 它層面有什麼東西 我都知道 因為它在爬 我這邊就看到這邊 我可以看到它的未來 它走的路繼續走 會碰到什麼東西 它的未來 因為我三度了 我可以知道二度 你的未來是什麼 好 然後三度呢 在機器 一定有個四度 這個四度呢 就是要加一個時間 我們長寬高以外 空間再加一個什麼 時間 這叫時空 那愛因斯坦就證明 這個速度空間的存在 因為時間 速度的改變 會壓軸時間 改變時間 可以回到過去 回到未來 所以 速度就是 可以 看到過去的時間 看到未來的時間 那種生命 然後我們這叫 預次元空間 不同於我們這方面的空間 而且高次元的什麼 空間 就是速度空間 馬祖神火 他們就是速度以上 空間的存在 所以 還可以知道我們的過去 知道我們的什麼 未來 比如 顧問常常講的一個 我人情意到真的故事 我的同事呢 被三百人前的 恩親再子 來要他這一生的 要他現在的命 那個神為什麼可以知道 他是三百人前的恩親再子 所以他今天來跟他要的命 所以他未來就即將 要離開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神就是速度空間 他可以查過去 也可以知道什麼樣的未來 所以我們拜這個神 他已經到速度高出現空間 他知道這個信息 知道你過去是什麼樣的因 宗教是什麼樣的因 所以你這輩子的命運 會得到什麼樣的果 所以我們在看指揮啊 命盤啊 可以看你的性命血啊 都可以預測 你將會遇到什麼樣的死 也就是過去 未來 所以是速度人空間 那我們馬祖信徒 生信神的存在 馬祖是我們天上的媽媽 我們就像那隻螞蟻一樣 我們是二次人空間 媽媽是在三度 因為螞蟻是二度的 我知道它前面是什麼東西 我是三度的 可是螞蟻 它沒有辦法跟我溝通 它如果能跟我溝通的話 我就會去照顧它 它會主導它 你前面有什麼東西 你不要過期 因為螞蟻沒有語言 它們的溝通的方式 不像萬物諸領的人 會有語言 會有文字 我們會把我們祖先的經驗 留下來給我們現代 所以我們傳遞了祖先的經驗 它告訴我 它跟以前跟速度空間的神 是什麼關係 傳遞了一隻螞蟻 我如果跟人溝通 傳給它下面的下一代的螞蟻 那個螞蟻懂得拜拜 我就懂得去照顧這隻螞蟻 就是讓螞蟻好命一點 所以我們人很好 因為我們有文字 祖先留給我們經驗 所以我們拜拜的來源 習慣都來自於祖先 一代傳一代 因為它的經驗 它跟神溝通的經驗傳給我 它得到神幫忙的經驗傳給我 所以傳給我們 寶貝 寶貝 所以我們用寶貝 來跟速度空間的神在溝通 那寶貝呢 它是厚然力 我們不能去控制 神可以透過這種變動的東西來控制它 我們看不到馬子 就像螞蟻看不到人 因為螞蟻在爬我們身上 它是平面的 看不到立體的 我們馬子隨時來去夠氣現在未來 我們只看到它的影子 就像馬子 我們在按它的時候 你高高在上看到螞蟻在爬 它很正常它不會怕你 可是那種索壓器 捏它的時候 它感到的轟的來臨 溫度的來臨 那個陰影的來臨 它知道這個東西也奇怪 要趕快爬 我們也可以看到神 就是剎那之間的影子 那它也溝通方法 因為我們祖先傳下來 就是寶貝 它透過這樣跟它溝通 你很虔誠 用你的心 用你的練力 我的練力 練頭 有好幾兆 一秒鐘有好幾兆 觸的一種練頭出現 那是一個 所謂現在量子力學的波動 這個波動 可以打到 預測遠空間 練力 今天的心 所以你要馬祖伯 希望問哪一種的事項 要請示你 請你給我心筊 腳筊 這時候你 傳遞下去了 它就會跟你變化 神是可以剎那之間 給你變化的 所以寶貝是我們跟神在溝通 跟宿度空間在溝通 所以逐漸呢 從我們的歷史 也就是說 我們道 一代傳一代 阿祖啦 阿嬤啦 就從小看著阿嬤跟馬祖伯伯 根深信不疑 深信不疑 馬祖的那一個靈感 只要我非常虔誠 就像這隻螞蟻 虔誠 對我理性 然後懂得跟我溝通 我一定很疼惜這隻螞蟻 很照顧牠 反過來三渡跟四渡 剛剛說二渡跟三渡 三渡跟四渡 我很虔誠的信奉馬祖 我也 所以為人辭世 也正派 不是為為作歹 也遵照牠的精神來做事 牠都特別的疼愛我們 特別的主導我們 來照顧我們 來照顧我們 指引我們 所以寶貝是一個 跟意識人空間的一種媒體 像我們YDM 在很多人來這邊 給馬祖示名字 來改名字 馬祖都說要寶貝 這不是師傅顧問幫你起的 或師傅顧問幫你改的名字 是馬祖引起的 那一定要寶貝 那傅顧抽電腦籤 有人問說 那傅顧問為什麼要抽電腦籤 因為電腦籤是後蘭曆 亂世 我們在電腦來講 用亂世的韓世 就跑出來了 沒有人可以主宰他 有一次 當著十幾個學生 而我們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軟體 這樣一個籤絲 那覺得 好像是不是來跟馬祖溝通 我們就當到十幾個人 就一個禱告 馬祖如果說 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電腦籤絲 來跟你溝通 你就四個好籤給我們 各位知道嗎 我們聯繫按了三次 都是第一手籤 第一手籤 從此以後 在二十年前 這個事件以後 顧問都是用抽電腦籤絲 你問感情出感情 問孩子出孩子 問身體出身體 這個就是 馬祖跟我們溝通的方法 你有那個心 你的心 心成則靈 叫今天的心 你用今天當下的認同 而且既然虔誠 你就像那隻螞蟻 已經跟我們人溝通了 兩眼相似的 有感應的 這個人願意指導你 那我們是人第三度更神 那更人更有智慧 我們可以抽籤猜次 馬祖溝通的方法更多 因為人從我們的祖先 留下來的溝通方法 經驗就非常跟你接受神的溝通 神的溝通 所以我非常相信寶貝的效用 寶貝非常的靈感 你要懂得跟馬祖去溝通 那溝通你必須 他懂的方式能溝能通 要懂得寶貝 如何寶貝 那慢慢你起得跟他的一種默契 你有你的方法 所以說寶貝是很大的學問 有些神你只要把一杯就好了 那這個神他的阿薩利 把一杯就好了 像行天公關聖地基 好像都把一杯就好了 把一杯就好了 那我們馬祖就講得很詳細 他說天人地 天使地利人和 所以你要把三杯 都確定了 交代很清楚了 每個神的習性不一樣 就是你要跟神溝通 所以寶貝是絕對可以相信的 可是你方法要對 還有你的心要成 你要不要去考驗他 你考驗他理就不理你 就像那螞蟻討厭我們理都不理他 一樣的道理 那今天各位介紹的次元空間 次元時空 零度空間 一度空間 點線 面 立體 未來時空 那還有五度 六度 就已經超越我們人的想法 那四度空間 也想像 來自過去跟未來 神 火 鬼神的存在 它是事實的 不是假的 只是跟我們不同的空間 同一個在空間裡面 有不同的一種空間在交錯的 你懂了以後 有這種觀念以後 你就不疑為怪 也不一定怕神怕鬼 不會 善用 跟神的溝通 請祂來指導我們 夠我們的一生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希望對你有所的幫忙 相信寶貝 相信我們馬祖信仰的宗教 寶貝 是非常靈印的 你必須是一個相信的信 的一個信徒 要有信心 你的心要能成 要跟馬祖來學習 祂就會非常喜歡你 來教導你 來養育你 來幫助你 以上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祖杯 真的岑 為何 박文 是 Lost 我們 永遠